大家就在焦点上看了这个杭州的很精彩的开幕式 在整件事里面最令我感到有这个感慨 就是敌利亚这个国家听了很久 其实没有什么认真去认识 就知道它是内战频繁 这次很特别就是不远千里以来 也都是20年以来 就是敌利亚总统阿什德亲自到访中国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我想是整个这件事件 我们为什么说我不看这个亚运会 我一定要关注这个 是对于整个国际别墜 对于整个地缘政治有巨大转变的一刻 从他下跌这一刻也知道 非常大阵仗 有百多个小朋友在欢迎他们 阿什德 敌利亚总统 有称为中东的硬汉 因为他顶住了全西方对他的制裁 但他不单不倒下 还依然寻求国家的发展 据问他今次来中国是想说服中国 将大陆的投资引向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面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家 地理位置相当独特 他说一句说话 大家要听着 他说只有中国崛起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中国民族復兴 只有中国崛起 世界才安全 这句说话就是整个 他访问的灵魂所在 大家的学历史都知道 有一个叫奥托曼帝国奥托曼 是一个土耳其前身 是一个伊斯兰的国家 但因为他没有成功现代化 和本身一样 于是乎非常凄惨 滅足国 但他有大量的阿拉伯的土地 就出现了 被欧洲的友好国家 殖民地的大国 法国、德国 他们争取要影响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是可以挡住 当时俄罗斯 这个治疗的形势 最理解就是被法国殖民了 在整件事里面 经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 你知道整个殖民地 是放出他的主权里面 他没有按照他的民族 按照他的宗教 反而就是中华交错 是把这些土地 分成不同的阵营 企图制造混乱 以以制而可以 或者以中东人 或者以阿拉伯人 制回阿拉伯人 让他永无安寧 在这个背景之下 详细的情况 就是一个很强的 史詩式的历史 就是令到 帅利亚出现了很多的矛盾 虽然他在1956年立国 但问题也是 美西方不想他亲近俄罗斯 或者是想收归他自己的 西方的殖民地阵营里面 所以也製造了很多的反对派 于是终于在2011年 发生了一句内战 这场内战打得很惨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昔日 金碧辉煌 的一个 赘利亚的场景 你看看今天的对比 再看看 一个很漂亮的酒店区 现在打得变成这样 凄不凄厉 痛不痛苦 这些是什么 根据美西方的媒体 就说 这些内战就是 巴沙尔政府 他们的独裁 徒夫 从不提 这些困难的殖民主义者 在整建历史上 从奥特曼的帝国开始 在抢奪地存政治利益的时候 而围下了这么多的历史悲劇 你看到是否有些心伤 他们来的人不是很多 运动员 意义很大 最大的意义是另一个亮点 这是巴沙尔的太太 看清楚 她去宁仁寺 宁仁寺很漂亮 可能她第一次来中国 给这个景色 有些经验 看到那些 这是奥特曼卫视的抖音 宁仁寺里 总统夫人有感而发 她说你们这个国家好漂亮 中国是好漂亮 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这句话 希望大家记住 俊里亚是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是一个多民族 也有包容不同宗教的一个国家 不过 主要是美西方和苏俄的博弈 之前是俄罗斯和土耳其 总之是一段很长期的历 由帝国的侵占之下 好了 她走出来 又被殖民主义再重新控制 再施压 再施压 今天 一些西方媒体 竟然有面子 她说阿萨特的政府是什么 又用毒气 那些白衣人事件 你也知道 她自己摆拍了老作 你真是打了这个认知战争 今天再来说 她来访问这个中国 似乎是 有些中国是违反了世界别罪 因为整个世界别罪 是要把这个屠夫 这个屠夫 因为鎮压他们的 敘利亚反对 而敘利亚反对派是什么 尤其是美国 是主要为支持 这些殖民地国家 是不惜把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打到生灵涂炭 你不要告诉我 他们是什么人权、民主、自由 你看看这个国家 我也是接触到这些照片 这是内地的网民很有心思 这样去做 对照 我觉得也很认为 起码内地的国民 我们的同胞都知道 这个世界 是真的 我们要警惕 再说一件事 国家未来 不是必然 大家看看这些照片 大家都知道 沧海桑田 现在一片废墟 很多网友在这篇照片里 留下了他的留言 都说 我们真的要珍惜 我们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不是得来不宜 我想发挥一点点个人的看法 很多人说 中国现在很常务 甚至没有 是很有军事 扩张的 这个 衝动 包括不停的见到军港 不停是做先进军事的科技 美国曾经有声音 放出来的说 我和你缓和没有问题 和你继续交流的问题 不过请你 不要将你的军事 继续去科研 请你的民间技术 不要继续 偷窃我们的知识产权 而去进行你们的发展进步 为什么这么害怕 还说 中国不是喜欢和平吗 和平应该不会搞那么多军演 也不会搞那么多军事的储备 或者研发 于是内地有些工资 甚至香港也有些人会说 是的 我们一方面是追求和平 一方面是追求武力 很简单 今天我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被人羡慕的话 源于我们有能力 与任何一个国家一战 尤其是我特意要强调 我们必须已执起与美国 中美是终须一战为我们的底线思维 为我们创军建国 甚至为建立我们一打一路 或者是推动我们的人类 命为共同体的一个目标 不惜一致 只要不惜一致 这个不惜一致 也不是跟你打仗 或者我们耗用头痕 而是我们要有能力 将我们的武力 将我们的军事投入到美国身上 这个才是一个目的 是不是我们因为好战 不是我们好战 而是 你看到刚才整个 敘利亚的沧海桑田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 整个美国 整个欧洲的殖民地国家 他们都是遵从 松林法则 弱肉强食 中国有两个理由 要军力 要超过你所有 现在这个美西方 第一个理由 我们 新中国成立 或者是 再始至我们1814年 开始RVN战争 走过来的 这个 这么 变背流利的路 而有今天的成就 就用李光耀所说的 我们用了这么多的人力 物力 用了这么大的精力去 我们不用有人破坏 而事实上 美国现在依然是 继续破坏 包括我们的主权 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有很强大的力量 任何人如果挑战到我们的百年的民族复兴 这个过程 我一定要令他终身难忘 或者是多小多代都要终身难忘 第二 第二 就是说 如果维持一个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话 旧的秩序一定会破坏 没有足够的武力 除了武力之外 虽然你说 这是一个核战的时代 如果我们是耗战的人 核战 如果有人是可以走出这一步 我们不可以让他讹诺 甚至我们要起 常规战争 或者长期战争 再有准备 如果有人想改变 我们没有起这个别墅 所以很清楚 再一次 你如果不相信我这个话 你看回这几张图的对比 你要知道 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这么强硬 对于我们的主权 对于世界的别墅 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 回到国历史 美西方没有一个好人 他们说的说话 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相信 为什么 这是一战之后 一战以来 人类最惨痛的一个战争就开始 只有一战大战 冷战 甚至乎他们的内战 死了多少人 他们的眼睛都不眨 这就是整个杭州 我看到最励志 励志的话 就是我们很骄傲 我们自己有一个很美丽的国家 我们能够有今天 但是也警惕大家 必须要防范 必须要有中美中枢一战的思维 不是我们去主动攻击美国 我们说了很多次 只要美国尊重我们的主权 尊重我们的利益 我们和平共处还可以合作 好了 另外就说一下 这次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说到 巴萨尔是坐中国的专机 来到中国访问 为什么 因为巴萨尔是被美西方全面的制裁 没有人敢提供服务给他 以中国这样做 代表什么呢 亦是设立一场对美国的认知战争 美国认知战争 就是用它这种主流媒体 在这种数百栏 所以我很恨数百栏 ABCDE 你又是什么 你中国又如何违反了联合国的意向 你都可以帮国被制裁的有争议性的国家 要数吧 ABC 就这么数 以为也好像是郭培尔的理论 郭培尔就是希特拉年代的宣传部长 你说了晚次就变成事实 因为他们很相信这种事情 譬如说是ABCDE ABCDE 我们看新闻就说 这些ABCDE全部都是平面的 即是在你最近的事件发生里面 是拿出来ABCDE 他永远不会说 你绝对高的深度就说 最后的内战 源于哪里来的 奥陶曼帝国的瓦解 以及 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 这种斗法 受害了什么国家 有没有人说 就是ABCDE ABCDE 很多人看完新闻的人 就用回自己的常识 就是ABCDE 我记得ABCDE CDE 是错的 不是 所以 现在警惕到大家 我们已经觉得 今次 我们的认知战士 就不是跟你ABCDE 我们用我们的专机 接了 阿萨特特 他虽然走很久 好像走得很远 但是我们已经做到 正如像德国的知星所说 我们是帮助 阿萨特 重返武装 所以 刚才我所说 阿萨特特特 最重要的说话 就是 这个世界有了中国的崛起 才有这个世界的希望 我 亦都告诉你 等于像华为 我没有出声 我没有说自己 有ABCDE的强势 或者是 数你有123456的错 没有说过 就在你来访问的时候 我就出手 告诉你 你那个 所谓的科技制裁 是完全 是找自己笨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的事 中国很强 我们不需要数给别人听 虽然 传媒都很喜欢数给别人听 有时候是振奋 一个民情 但是 其实你需要一些 更加深度的智慧 去讲给 你的中国故事 讲给你的 即是年轻人 所以 我认为ABCDE的故事 我认为学校会不会讲 会不会是一个时事的分析 即是学校里面 不是我们这些 讲给年轻人生才重要 不会ABCDE 我们多聪明 他们有多错 不要说这些东西 整个历史 整个维度 就是 就这次看看 奥运会 有没有老师 讲给学生听 他们讲是什么故事 这个就是 也就是ABCDE 我们不会做这些东西 我们就告诉你 我们中国的挖起 就可以令世界改变 包括阿萨德海 我可以 带他重返这个世界的舞台 第二个信息 除了我们有力 可以帮这个 避殖民地的国家 避殖民地破坏的国家 拿回他的公义 拿回他的经济 建设的希望之外 也不需要挑动中俄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和 序里亚是相互紧密 因为传统来说 那个地方 你也知道 当时是法国 英国 这些地方 是对抗俄罗斯的地方 所以 跟传统来说 俄罗斯和序里亚有很多关系 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战略 迫使中俄是要攜手 放下任何一个的考虑 要攜手改变这个世界的话 很相信我们 是不想会截外生枝 尤其是将这个 尤其是中东的地方 去转进去 因为除了跟 英美西方的 伟敌之外 也可能是挑途到苏联 或者俄罗斯 对中国的矛盾 不过今天 也有一个象征意义 就是说 水到渠盛 正如巴沙尔所说 这个世界因为有中国的崛起 或者是我们运作复兴 这个世界再不是一样 俄罗斯会不会 在这件事会有什么 战外生枝 有什么问题 等如说 俄罗斯和朝鲜 朝鲜是我们 传统的一个 合作伙伴 等于 好像是 序里亚和俄罗斯一样 那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 你就说可以挑选到 中俄那个 可能是中国是不赖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去 和巴沙尔 我们帮他走到这个舞台 好像是否 好像标了俄罗斯同志 并不是 很铁 铁的意思 不是友情 是红关万道 真如铁 就因为 美西方设置一个 完全是一个 他们坚持他们 所谓的殖民地的 不合理的单变主义 我们不要是想着 征战年年 好像整家私汗那样 好 你们不对 你们错 你们损害了我们 我跟你打几场仗 我们不是这么说 不过我们有必须一阵的思维 底线思维 这个就很清晰了 教肖你每一个学生知道 或者是重温巴沙尔的太太所说 你们有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也希望每一位教育界的人士 留意一下这些信息 有时不需要什么场边带论 在那里数百 我们是否要真正我们自己一个美丽的国家 看完这个奥运 奥运的时候 希望不是在那里数金牌 我们这次 这个奥运会做了很成功的事情 就是说世界改变了 中东的地方 我们不是和它有什么地缘 战略的一个所谓的交割 然后一打一路 甚至说我们人类不平民共同体 是将会影响到这个地方 不止这个地方 全世界都是 包括非洲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值得大书特书 大港特港 不是又说数我们的金牌 好 再说一下就是 《口约时报》又在这里说 就是中国的问题 影响到它自己的经济 它们再数一样 它们永远不承认 它们自己给西方体制的失败 它继续希望想翻案 它说新冠疫情最失败的就是中国 失败到不失败 人类历史里面最失败就是中国抗疫 它们这样想说这件事 为什么 你自己隔绝了世界三年 这时候 你的经济现在不振了 香港跟中国一起禁制了三年 所以 在《口约时报》这些文章 如果说 香港宣称然有高度自治 但投资者并不乐观 就说 你不应该是一个跟中国去禁制的事情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来说 你应该先走出自己独立的路 整个欧美都与病毒共存 为什么香港不跟我们去欧美走 所以你的经济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单止觉得你有问题 我还怀疑你对我们这些投资者 还有没有保障 整个文章就是他的本意 所以说是陈茂波准备去欧洲 进行不同的宣传 他在欧美推动海外投资 今天看出就好像说 你去推动这个人去投资香港 即是现在香港投资很乏力 一会我会说 香港其实是吸引力 或者很多的认真力 是有些问题 我作为一个老香港人 我一会会说 他也说是由于在这个疫情事件 跟得这么贴 为什么你不与美国共存 整个西方的美国共存 我告诉你 香港不是美西方的殖民地 也不可以用殖民地思想 或者用殖民地利益来捆绑香港 香港人应该要发生 要自己成果 不要拿这些文章 就说你看看 美国已经不相信香港了 香港是否要做一些更加亲近西方 更加走他的路线呢 他说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他就很成功的 香港 一国两制 如果坚持下去他也很成功 但是你如果不是一国两制 你太过一国的话 你一定会有问题 这个是整个的折走 所以我一会说 其实呢 看回 他说现在香港人 就是很多投资者 对香港的法律 都失去信心了 这些看法 就反映到可能 失去投资的机会 就是香港越来越差 没有人相信你 我说两点而已 一 刚才看到 我们一带一路 我们面对的国际 不只是美西方 当然 香港很多声音 就告诉他们 我们一定要趁美西方 因为香港很多生意人 仍然在做美西方的生意 他们不想存 此其一 还有香港是一国两制 国家是不会干预的 应该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但是高度自治 其实香港不是由特区政府去统治 管理不简单 做很大的利益集团 这些就是做生意的人 第三 我们自己 没有资本没有权利的人 我们做最大多数的大众 其实是没什么 没什么 但我们有责任 是要去支持香港的任何发展 所以说现在香港 就是 现在就炒回一个 翻翻救案 就是说 香港是太过接近中国 尤其是疫情方面 中国坏 你跟着他坏 中国走去封闭三年 香港走去封闭三年 你衰足三年 不特意 未来三年你都坏了 因为很多人不单止认为 你那个经济 的魅力 已经是大不如其中 还怀疑你 根本已经是另一个中国 不是一个国际化城市 其实中国是一个地方 差不多 说到话都差不多 叫做 香港已死 正正是这样的情况 我不建议大家 会在一些这样的场合里面 走些什么叫做 香港游行去反对这些殖民地主义 反对欧美对香港的干预 我们不做这些事情 反正我提出一个 你可以学任正非 说我们香港依然很爱美国 我们香港依然很崇拜美国 我们香港依然觉得美国很多事情 我们学习 但同一时间我再警告 无论是精英集团 无论是利益集团 无论是特区的管治班次 都要明白 我们要争取时间 因为需要转型 就等于任正非 他是被人打压 未来真的没有人来做生意 说是死的 你一定有避胎 香港这么多年 走出来是一个 超级地租的 资产为本的一个城市 这个没有硬定错 因为我们是一国两制 曾经说 我们可以走我们自己的 资本主义道路 但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更正 是否一成不变 是否我们依然不会改变 但我们改变 是否要出声 但问题 出不出声也好 我们的教育已经很清晰 需要新一代 是要知道 其实 无论是经济的目色 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 另外就是说 各地接规 是否正在美西方 所以这才是很重要 我会说到另外一个个案 就是民生无小事 外地的一个所谓 预测赛事件 令我也想到问题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的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